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即使是鱼塘里也不例外 江苏省大丰市友谊村的一个鱼塘里 就曾经出现了金光灿灿的金子 最先在鱼塘中发现黄金的是四个小学生 这几个贪玩的孩子放学后经常会在河边捡河棒 可是其中的一个男生却无意间发现了三块金灿灿的石头 他觉得非常漂亮 于是就将其分给了三个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觉得不卫生 于是又把他扔回了鱼塘 而另外两个女生就将这金色的石头带回家了 孩子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黄金 但是家长却是货 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黄金 很快这个消息就在小小的友谊村里面传开了 村民们希望自己也能得到一块金子 所以大家带着打捞的工具纷纷冲向了鱼塘 果不其然许多村民在鱼塘中也打捞到了金子 总量有二十几块之多 这件事情轰动了全镇 甚至是市里的专家们也坐不住了 他们赶紧来到了友谊村考察 为的不是金子 而是金子背后隐藏的秘密 后来经过考察发现 这些金子都是无价之宝 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楚国 都是稀有的文物 专家们激动的不能自已 下令找回 后来工作组为村民们做足了思想工作 终于将所有的金币都追回了 这些珍贵的文物最后被移进了国家博物馆 被定为一级文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